人生实在有太多东西要选择 我们每天平均要做70个琐碎的决定 每个决定平均用我们八指到60分钟 就好像每天起床要决定着什么衣服上班 吃什么早餐,吃什么午餐 下班之后去做gym 或叫朋友happy hour 太多太多,太多东西要选择 所以投资理财,我选择富昌金融 他们的一站式投资服务加上专业分析 令我踏出的每一步都更接近我的目标 选择富昌,达你所望 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股评 恒新指数现在跌420点 报19578点 比起刚刚中午时候的跌幅已经缩窄了 因为刚刚一度跌500点 但不过成交榜上的股份 因为跌得严重的那些 收复程度不算很高 成交榜上跌得比较多 首先有药名跌9%,另外小鹏汽车跌5% 今天如果跌而又有消息的 就是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现在跌2% 因为现在美国的财经网站就报道 阿里巴巴的早期投资者 美根英国著名的基金公司 就在第二季度近乎出售了阿里全部的股份 持股量由175万股降至13股 其实已经近乎沽轻 它也减持了其他中概股 包括京东、百度、腾讯、音乐、网易等等 不过BG增持是中国电动车公司 截至第二季持有的未来有9,673万股 比起第一季度的18,875万股高 这间公司的市场有些报道 形容到是如何强劲 当然这个纯粹参考 只不过是它之前的下跌 当然可能涉及了沽额影响 据说内地媒体说 这个股份应该是ADR转仓了香港 据指因为美国上市ADR转来香港上市 而因为美国的SCC要求投资公司披露美股持仓 所以转来香港 所以股份就不会再反映在文件上 不过如果阿里巴巴几时开始明确向下 应该跌穿98已经是 大约6月中底 7月底的时候已经明确打穿了下来 去到再向下 还有80元关 80元 71元 巴巴的形势就是这样 看看大市的形势 其实大市的跌幅都缩窄了一些 现在就去到19500多点的水平 跌幅去到400点左右 都比起刚才严重的时候缩窄了大约100点 至于各科指都是差不多这样的情况 来到近8月头A低位 至今又未破下去的暂时 整个就是今天 今天一开就跌得比较厉害 如果你做即使就好了 但如果之后 去到低位的时候 去到跌得比较进跌 进沽的时候 是出现少少的反弹 如果比起今天的低位 整个榜上 其实今天现在跌的重灾区 其实巴巴虽然有这个消息 但没有因为这样而特别严重 现在跌得最劲的板块 就是内房 包括其中跌得厉害的 就是960龙湖 跌幅是有16% 暂时就不见公司方面的个别的消息 但是其实整个内房的板块 这一轮都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强力的沽压里面 所以都 不要说去捞底 其实一直一直都是这样建议 除了它 板块整体都是普跌的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都是债务问题 其实一直一直就是前腰着 据说现在一个被列为 垃圾债级别的房企的债券 这个数量已经是创了新高 也都不是太过有市场 而现在这样的情况 基本上这个问题 也都是没解决过 继续在破底 这样大跌 排除是否有一些 效续的消息会去跟进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多数都是 这里就要小心 也都是整个板块是继续跌的 包括就是 碧桂圆都继续在破底 还有一个 比较多人喜欢的 6098迫伏 都是 迫近 如果说8月3号 那时候的低位 13.64 都差不多那些位 只不过 没有 还没破下去 但是整体的情况 都是 很恶劣的 现在 今天 不是完全没有东西升 看到成交压榜上有一个 中移动 是正在升的 这期都算是 蓝筹里面比较强一点的一只 不是开玩笑 突破了一个7月的 突破了最近的阻力 50.65 其实前几天已经突破了 如果你偷这一只 不过 当然不至于是有转强 至于是 台海的问题 有没有什么后续 现在 因为 佩洛西 顺利访台之后 大家的市场已经不是 打仗 炒大霸炸 反而是关注 之后的后续 现在两岸关系就持续紧张 中美关系也是持续紧张 互相就出资 美国又出了个半导体法案 更加大力支持他们的新能源产业 意图 去 大家 其实走过去全球化 意图 脱离中国的影响 减少 要减少由中国的一些重要的产品的入口 现在这个关系紧张的时候 如果是一些 贸易生意的朋友 就会感觉到 有些货物已经是 不断延迟 就不是那么顺畅 那个货运 现在台湾的厂商 就向传媒说 中国进口商和船务公司 跟他们说 要他们在一个产地标试那里 就要标注着 是中国台湾 就不可以用台湾 这些字样的 台湾的经济部就说 厂商可以提供 提供进口商 报关行 产等名清等相关资讯 给经济贸易局 给部门和中国开关去处理 而 其实佩洛西访台之后 中国已经 宣布了对台湾的食品 农鱼产品等的多项禁令 今次又再出新招 中华国际物流运输协会的 李氏就说 办法就只有一个 如果是两岸之间 就只有一个 你符合规定就进去 不符合规定就 进不去 而日本那边 也有媒体说 苹果公司向供应商要求 为了确保是由台湾出货 中国的物品 符合中国海关的规定 产地就要标示是中国台湾 或者中华台北 以免是为了检查 而是货品被扣留 有业界就说 全球前十大港口 中国就占了三个 原本要去 消去欧美的货柜 如果透过 中国的港口 换船运送 标签都要符合中国海关的规定 台湾的经济部就说 厂商可以 先改标签应对 之后再去了解情况 按照他们的法规 原来 货品如果在货物标记住 中国台湾 就没办法在台湾出口 所以暂时 厂商就很困扰 有些货物就已经塞在 运不到过来 又不知要延迟到多久 但是暂时 未是说 整个股市会不会算是有影响 可以说是一个 算是其中一个利淡因素 因为实在太多了 即要数利淡因素 不过应该就不是最大 其实最大 比较大 应该首先是 美联储现在的货币政策 因为经历了十几年 放税之后的收税 这个都是一路一路走 另一个 如果是港股这边 应该就是 内房的债务危机 因为银行股影响都很大 开过 这些油住行 其实今天就没再跌得很急 这一期都 但是是在破底 还有 早前也卷入了这个碧桂园的风波 招航 今天跌幅 没有再说是再好大急跌的阶段 但其实仍然 在破底 其实整个仍在向下 都未有什么反弹 现在都竞价时段 恒生指数报19589点 跌413点 我们去过广告先 然后回来看大家的留言 谢谢大家 再见 都是以農產品為主 沒有禁止這些比較需要的半導體供應 但美國現在就蠢蠢欲動 還有這個晶片法案 都是給一些製造商 如果是拿了美國的補貼 其實就等於要他們選擇了哪裏 日後都要履行 可能不可以再賣給中國的這些後續 現在內地有專家說要加強中國半導體產業的發展 所以中國上市的手機要用國產芯片 如果比例不夠30%就要去收稅 有些口風出來 暫時不是官方的說法 都是半導體股份 有1347、981 但我選擇1385 上海復旦 都是今日其中一隻是日市正在升的股份 大市跌400多點2% 今日仍然是日市正在升2% 都非常之強 都是剛剛才破頂沒多久 它有隻A股的復旦微電 因為它全名叫上海復旦微電子 A股那邊今天應該是大約 剛才看是升5% 但它升5% 但就未創新高 其實都是大家有些先後的動動 但整體上都是一個常行的走勢 看看Youtube上面 白狼說1929是否等等先 今天是跌的 不過都看到是有資金流入 但始終兩年陰 都真的等下先了 現在衝了一陣 還有去到 其實前幾天 剛剛是去到16.4的阻力位附近 去到就衝不破 衝不破就掉頭 現在首先第一關 這些都不是重要支持 只不過都看一下短線的位 就是15.46 看看它現在試這個位 基本上今天差不多是試 最低是15.48 看看它試這個位 時候的反應 會不會立即可以 去到前面的短線支持 會再起動回 因為來到這些位 又震下正常的 你看看它真的 跌兩天 明天已經立即起回 這樣再看 否則 都要小心炒了一陣 究竟會不會去到這裏 去到16.4 又破不了掉頭的風險 未有貨可以先等一下 白狼還有60.9.8 曾經的外股 曾經很多人選這隻 40就駕到85 70就走了 我們一起去review一下這個交易 也好 都整倍的 你賺了40大約是2020年7月左右 不過可能都不是這一轉 因為它之後都不是一直上的 大約是2020年年尾 那時候才上得順一點 亦都是一個後疫情那裏的強勁的大升 刷走的 Ready 到大約是75 去到85 差不多 請去到85 差不多 這個走的位置已經十分對不對 之前的一есте 由來才開始向下 然後MONiz vin 參考 大約是摊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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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on 那时候都大跌,21年年中的时候 接着就一直跌 所以真的看到那些转向的时候就走人了 更加弱的时候就不要买了 那时候现在跌到13都非常之恐怖 暂时还未见到有起息 3690下方看什么位 Larry 说 不知是有货还是出货了 昨天都北水沽 今天最新就未看 在下面就是158.6 如果有货,其实真的要 譬如之前说 你可以判断是否强强 起码6月中底是一个位 因为如果由3月升得最顺的上升位 开始向下坡 就是看6月中底穿明确向下坡 我们稍后看看 现在3690的情况很危险 下个支持是158.6 如果有货 最短线的操作应该是6月中的底已经是一个防守位 现在连8月头都破了 不是所有都破的 科子其实都未跌穿 8月头是419 都很险手 但暂时都未跌穿 如果你说其实你不是的 你是上开put 或者已经做了一个淡仓 都OK的 因为如果你甚至拉上小时图 应该是跌穿171.9 只不过是超卖之后有少少的技术反弹 现在在酝酿中有机会 但整体就不弱了 经家园就跌少了一点 因为很多股份其实是临近美市的时候 都是开始收窄跌幅 有少少开始夹一夹上去 白狼说2269 2269 2318 好没有put呢 前者穿70 前平台 应该一个开始向下 之前说有持货的指赞指涉位 都是74.8毫半 应该穿这个已经正式跌穿了下降位 70就再穿多一重 即是连8月后的位置都穿了下降位 但就怕后者破底会反夹 后者破底 但怕后者破底会反夹一下 对 2318 有一个超卖点的 其实破不破底都有机会反夹 但那些跌到很金 然后去到很超卖 那些 反夹的危险就会高一点 所以选择就可以选择2269 又可以缩小一点 短线一点 看小视图 这里 愚无意外都应该会夹一下 看明天的情况 会不会夹高再落那些 那些的机会 因为如果现在做 暂时就只有一个 小视图的阻力 用来做防守 76.9毫半 暂时只有这个位置 最好就是他再夹上 再掉头 如果他 focus 很短线的话 但整体上 这个会可趣一点 如果两只 两只的来选择的话 我觉得2269 可趣一点 因为2318 已经去到 比较超卖的水平 阿森 是一只 220 说 业绩跌到这样 怎么看呢 就是 直插的 是不是真的 那么 差呢 我都比较信市场的反应 市场的反应就是差 现在都 已经跌了 11% 然后 一棍直插向下市底 7.3%有货反弹 反弹可以上什么位走 现在其实情况就 恶劣 2022年的中期业绩 今天就是 昨晚 今天开始才反应 因为昨晚才出的 出到来 整个上半年的业绩 收益是 139.4亿人民币 同比上升7.2% 增长就 比较小 而主要业务上来看 食品业务收益同比增长14% 方便面的业务收益同比增长16.9% 饮品业务收益同比增长4.9% 不过 毛利率就下跌 集团的毛利率是30.1% 同比下降4.7% 主要就是 受到大宗 大宗原物料的价格上升影响 都是 通胀受虑 因为它的原材料价格提高了 导致它没有提价 或者它提价提得不够 没有那么强力的提价 反而令到毛利率下降 经营日利7.31亿 同比下降了30.9% 所以整体上来说 毛利率下跌 以及 经整个中期顺利下跌 到今天已经出了这样的反应 现在跌到这个情况 本身你最短线是可以看7.01 6.83亿 现在一跌已经跌破了 下跌也看到它很远 下跌就要去到6.04亿 如果是等 不走着,喝着等的 就是要看大跌去防守 现在就看6.04亿去做防守 如果宁愿 先走人的 你又看明天 开市 都想人回6.83亿 不如就走人 如果明天 其实真的要看明天的反应 因为今天已经是第一个 今天已经算是第一日的这个反应 而今天跌了11% 究竟 究竟有没有是一些主动去买的资金呢 有的 不是完全不好的 如果说看他们的 资金流 其实是主力买的 其实这个所谓的主不主要是 大不大手 去量度 这个只不过是一些 的程式 主力买的多有29% 流出是散户多的 之后就 有很多的大行都 唱好了 都是说 原材料价格 这个是一个近期的逆风 近期的问题 但是长期的趋势都是向好 至少收入各样 增长都是不错的 只不过最大的 那个令到毛利率下降 的原因 就是原材料那边 现在跌成这样 不过你还有个大底可守 如果你觉得坚持 下去就看6.04 距离现在就还有一成左右 不够一成 但如果跌破才走 那就超过一成 你可以 可以选择去 看这个位 这个是一个更加重要的 防守位 因为以上这些 就不是很重要的关口 然后你一落 已经落成这样 暂时就先看6.04 是一个重要防守 还有看看明天 今天会不会over 明天是否会弹回 不过今天的成交 其实就不是低 都有 1.12亿 他有时得 1.2千万 所以现在 都是一个大成交的 沽压下来 好 好了 就 看 1.8.01 1.8.01 信达生物 Provitz 麦华 35.5有货 怎么操作 现在33.8 操作 也是看 月头的低位 用31.95 收市计 31.95 做防守 暂时还未试 暂时就 看这个位置去做个分界 好了 现在呢 完成了竞价 刚才说 市都跌少了 跌392点 19610点 成交 892亿 成交都继续 很小的 我们节目时间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看市 拜拜